去年11月11日 马安山一条天桥 这个男人因为证件问题 被人用火烧 当时有人围观 其中两个是案中的被告 邝耀文和陈海云 两夫妇当时讲粗口 指骂事主 被控扰乱公众秩序 当他裁判法院裁定 两人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林熙为说 控方未能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 证明被告的行为 可能破坏社会安宁 他说两人用不友善的言语圈话 是为了令事主面目无光地败走 无示意其他人伤害他 对于事主被淋液体和点火 是否因为被告的言行而起 有极大保留 裁判官又说 虽然事主作弓的时候说 很害怕他们打我 但事发的时候 没有人阻止他离开 他与群众对骂的时候 言语粗皮程度 与其他人不相伯仲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他只是不训 而不是警方 不接纳他是怕自己受到伤害 裁判官又说 不希望裁决令人误会法庭 引起政治争端 他举例说 如果裁定两名被告罪成 可能有人会认为 说粗口都有罪 相反如果裁定两人脱罪 就可能有人会认为 有人点火都没事 裁判官强调 法庭只会处理法律问题 也都只会考虑 和案件有关的法律观点 不会处理政治争议 有线电视记者 謝卿妍那边 一手掌握 有线新闻